文兰村多功能集会所20多年前兴建 而由于屋顶破旧以及地面年久失修 让大家来到这里聚会办活动 或是举行篮球比赛可以说是相当危险 而文兰村长田文才 并且向秀林乡名代表蔡培火反映 同时也在代表会提案来进行修缮 也获得秀林乡长王玫瑰的权力支持 而经过半年的修缮之后 文兰村聚会所可以说是焕然一新 同时也提供村民一处聚会的好所在 秀林乡公所在民口87年的时候 各村开始计划来兴建多功能集会所 已经历经了20多年了 由于长年失修有的屋顶破旧 遇到下雨的时候地板也会湿滑 来到这里聚会打篮球的村民们 可以说是相当危险 为了解决村民的安全问题 文兰村长田文才 并且向秀林乡公所代表采配或反映 来向秀林乡公所抵押来兴建 经过半年的修缮之后 场地可以说是焕然一新 我们特别感谢我们乡长还有公所 体系到我们地方的年轻人 让我们的篮球场做得这么好 也顺便平常可以做开会的使用 这次感谢我们的黄美贵乡长还有我们的蔡配偶代表协助之下 能够再次把我们的多功能篮球长修缮完成 让我们年轻人能够在这里运动 尤其是我们秀林乡的篮球队 越来越多了 尤其是我们这多功能 同门的村民也来到这边 来这边运动 这个场所是非常的方便 非常的好 也可以给村民办许愿 或者说办活动 都可以利用我们这个场地 再次还是谢谢我们的乡林乡公所 黄美贵乡长以及团队 还有我们蔡配偶代表的协助之下 能够完成我们这多功能的聚会所 能够完美的做成这样的维修 感谢 既黄美贵乡长和黄美贵表示 公所每年都会办与乡民有约 来听取村长代表和村民们的澄清反应 公所的听取地方建言 积极的辩论预算在年度当中 来解决地方的需求 希望透过这次的大修缮 让村民来到这里聚会 运动的时候能够更加的舒适 记得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